好 这个咱们继续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 这两个给合并啊 堂尔加一 当然下面这些呢就不建议你合并了啊 比如说像这个就不建议合并了 因为这个啊 当然不合并了 我就是不把他们全部合并在一起 但是现在的话呢 我们刚才说了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外面灰色这一圈 啊 他是他们不是真正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做成的 就是你画上的这个 不是在你真正这个图层上面的像素 他是这个图层样式所起的结果 所以说现在的话 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现在啊 选择的是这个啊 我们换掉啊 这个啊 隐藏掉 现在是这样 如果你现在想选择 包括这个黑色的啊 这个这个位置 你现在用这个什么啊 啊 模棒工具 你点一下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好像不起作用 对不对 在这里好像没起作用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咱们需要 康尔加D 因为刚才说的咱们把它塌陷 那怎么塌陷呢 新建一个空白图层 然后呢把这两个图层给康尔加E 啊 这样的话你再来选择他 那你会发现了这里呢 它就会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像素 啊这个方法呢在后面也会用到啊 就是说很多用了其他的一些效果的 这个特别是图层样式的效果 你需要了通过新建一个图层 才能把它给这个最终 啊 塌陷成真正的一个像素 这个也一样 新建一个图层 二加E 同样这个也一样 好这些咱们都分成现在这两个不要合并啊 这两个不要合并 就是图层5和图层6 因为这个等一下 因为这两个地方我打算用用不同的这个 就是 不同的这个金属啊不同的质感 里面呢我让它这个喷油漆啊 外面呢是这个这个油漆比较比较薄的啊 这种这这种金属就是不一样 这样的话你把它保存这个图层呢 载入选就会比较方便 啊这些咱们都都就就这个样子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啊 我们先 另存为啊 为表题二 这个呢每做一步啊 尽量注意保存 而且呢不要不要覆盖前前面的啊 就是前面的这个就是说第一步呢 啊就是每做一个主要的步骤 你尽量是新保存一个不要去把它给覆盖掉 万一你出了问题要想重新回来 那就比较麻烦 如果你把它覆盖掉了啊 这个习惯呢要养好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为他啊 把这个基本的啊就是说 这个这个信息呢给啊 现在就是把它划分基本的这个就是说啊 质感吧把它分成分成几大类 比如说这个底面 这里呢啊是一类 这个呢是一类 啊这两个呢是一类啊 这个是一类 就是说每一个呢你要先为他设定好 你要用为他们赋予什么样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贴图或者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质感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为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这个图层上这个时候这些 这个不需要的把它关掉 那现在关不掉了 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 嗯 嗯 没关系啊 当然了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己在做的时候呢 你当然可以去找一些很多的这个 这个素材啊 这个金属的这种素材给叠上去 啊那么这里呢我还是说过通过自己做 啊这个呢 当然其实你真正在做的时候没有必要啊 我只不过是通过这个自己做了 把这个方法来给告诉给大家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呢是在这个 啊 不对啊背景 背景图层上面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呢我们为他设定一个 现在设定什么颜色的无熟啊 你是给他一个大概的 比如说给他设定一种 这种颜色啊 现在虽然只有一种颜色啊 当然等下来我们会把它给做这个做旧 那这一种颜色 当然实际上这个背景呢就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啊 没关系 假如这是你的背景呢 好 在这个图层的 这个上面图层4 再新建一个图层 像你这个是AO贴图 这个是你的颜色贴图 啊 那么这个应该我们要为他创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啊 这个我们就重新来做一个啊 新建一个 比如说2048 2048 乘以2048的 确定 啊 我们创建一个黑色和黄色相见的 这么一个东西 新建一个图层 啊 你可以在这里固定长宽笔或者固定大小啊 但是啊 啊 这里就 就这样吧 按下D 按下这个D键填充 2加D 啊 这个是否距离一致都不数 要把他们全选 然后呢 点一下这个 那咱们就把它给 嗯 让他们这个等距了啊 看二加一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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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做的,我们把它单独做的啊 看着加替 好,就这样 确定啊 这个时候咱们 在这个选区 现在我们选择的是它的内部 在这里呢,咱们这个 给它加一个 这个就是在载入选择的时候 给它加一个 这个蒙版 然后再把它给换成 比如说真片叠底 好,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颜色 是这两个的啊 至于这个边缘呢,等等觉得还不像 这个都没关系啊,咱们等一下了再来 再来处理 嗯 嗯,我让 这四个 这是个罗帽啊 以及呢,这个边缘我们让它和背景呢 使用一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颜色 所以说我们先 选择到它 然后 然后 新建一个图层 填充 就是载入 好 那么把它呢 把它换成 真片叠底 啊,这个呢,我们可以把让它和 和 啊,这个咱们重新来一次啊 就是说这两个 就是说这两个如果他们的材质结构是 这个一样的材 我们把它合并 那么简单一点了,这样合并 然后 新建个图层 好 至于这个里面这个呢 载入先去啊 也是新建一个图层 放在最上面 然后呢,这里我们给它一种 做一种深红色吧 这边叠底 好 这个是三 好 每做一步呢 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啊 把它们给 存下来 好 那么 这个呢 就是 啊,我们先为它设定的这个 贴图 啊,当然了,现在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 还是让它这个颜色和后面这个颜色有所区别啊 让这个来亮一点 所以说 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 啊,我们使用图像 调整 或者色相薄度 让它们还是有所区别啊 不要让它一样 在这个色相上 也有所区别 让它 明度上 好,首先要变亮一点 好,确定 这样的话呢,它们就这个会有层次感一些 因为刚才这两个一样的话呢 就感觉显得比较这个 单调啊 OK,那么现在呢,这样会好一点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把它的这个基本的 颜色贴图给画上去了啊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觉得它 比较假啊 为什么比较假呢 因为它太干净了啊 这个没有一点的磨损 而且这些颜色呢 都是啊 就是说干干净净的 那么这个呢 肯定是 就是电脑的痕迹太强烈了 太太 太明显了 所以说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然,除非你确实需要这么干净的啊 不过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做写实的话呢 不会出现这么干净的东西 不会出现这么干净的这个这个贴图 所以说呢,做贴图的这个一个难度吧 就是说如何把一张贴图给做旧 啊,这个里面呢 就是 啊,涉及到了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说 啊,贴图的技巧啊 啊,这里呢 还有一些呢,就是个 啊,为了让它有一个整体的变化 现在我们这个整个一张啊 它整体 没有变化 啊,你可以呢 这个时候在最上面啊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呢,把这个换成真片叠底 啊,当然你也可以试下其他的 你可以呢,使用这个界面工具 啊 啊,然后呢 按住sift键 啊,你可以使用 可以,可以,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啊 反向 也可以使用,比如说,你要让它中心 啊,那么这样的话,它会又会这个,就是说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加了一些变化啊 当然这个,如果你觉得颜色不够 你可以通过图像调整 啊,这个 曲线或者这个色基 比如说我们通过它 让它亮的呢 让它亮的呢更亮 啊 按的呢更暗 好,那么这个相当于是控制 整体的啊,这么一个啊 一个从中心向边缘的这么一个变化 好 那么现在呢,咱们从 从底开始啊 这个背景不要了 从下面 往上面 来把这些东西的给一一的给 先把这些关掉 啊,我们先把这个底层先给做旧 啊,这个呢 接下来的就 啊,就是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了啊 就是 啊 这个呢,这个就是说如何把一些做旧的话呢 方法有很多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方法 那首先呢,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做旧 啊,这 背景呢,这个 背景呢,这个最最底层的啊 这么一块,这块板子 给 首先呢,做旧啊 我们让它,现在因为 啊,我们把这个关掉 底层,定层关掉 现在为什么它很新呢 是因为它没有变化 啊,如果这个 这个,我们要把它做旧的话呢 就是 让它就是说 多一些变化 并且这些变化呢,是随机的啊 你不能让它这个 太有序了 比如说你这里画一笔 这里画一笔 然后全部都一排画一笔 给人的感觉还是这个 电脑的痕迹啊 非常的强烈 一个是随机 这个呢 关于如何才能让你的贴图真实啊 这个网上呢,会有 有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一篇文章吧 我记得 就是如何让你的贴图更真实 什么随机破损啊 什么灰情啊 划痕啊等等的 这些这些因素啊 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当然是这样 你真正找一张这个真正的照片 也就能够找到 相应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首先我要把它给做旧 那你可以呢 试试有多少方法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找一些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是绣迹的啊 深锈的 看一下 你是否虚啊 这个这个也是绣迹 嗯 嗯 好 比如说这个啊 这张贴图 因为我们不想让它的这个太过明显 啊 就是说当然了 其实你说为什么我不直接用这张贴图把它弄过去啊 啊 当然这个是可以的 只不过我是想通过一种这个通过这个自己做 然后来把这个方法告诉给大家啊 这个多多一个这个技巧 嗯 就是我现在呢 就是因为我现在要要用这种颜色 然后呢让它有所变化 那么你可以呢 啊把它拖过来 啊 可以呢 通过这个什么 正片叠底 这样的话它就会有这个更多的变化 那么也可以呢 把它改到正常 啊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通过 正面叠底也可以通过调色啊 那么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先把它给去色 啊 然后呢再给它一些调整 确定 然后current a 全选current c 把这个复制就是在通道里面 新建一个current v 那current d 也就是说把刚才的这个 这个东西呢 把它 做成一个选区啊 这个是按照counter键载入这个选区 你就可以把它给载入 这个把这个关掉 或者是这个你就 不要了啊 在这个图层之上 啊 你可以呢 通过这个选区来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可以是色相保和度 比如说让这个色相上 它偏冷一点还是偏暖一点 保和度上还是 怎样的啊 是这样呢还是这样等等 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可调节性就会 比刚才的仅仅是把它做成一个 对面叠底呢 这样到这个可调性就会更高 当然你也可以 试一下其他的选 其他的选择 其他的选择 那么我们这里就使用它 等一下不 你觉得这个颜色不合适 你还得从还可以重新 啊 双击这个图标 选择来进行调节 啊 这个是调整图层的好处啊 好 那么这个呢 当然你也可以实行两者结合 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 啊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调节 他们两者之间的不透明度 对 如果你觉得它太亮或者太暗了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 等等 这个方法是很多的啊 好 那么 就是一个 你先把这个这个打开 嗯 接下来我们来做 这个 啊 现在感觉这个边缘呢 那个由于我们通过是 通过当时那个那个 啊 这个来生成了 所以说感觉这个边缘比较虚化啊 这个呢 不是特别的好啊 所以说 啊 啊 你可以呢通过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模式帮工具 选下它 按住siff的键 加选 啊 把这两个的两者都选择 啊 给它一个 语化吧 语化 比如说 语化 两个像素 然后 比如说填充一个这种颜色 新建个涂层 抗尔加V 啊 刚才的这个 语化值啊 太强了 所以说我们咱们这个 看一下现在 实际像素 实际像素 这个呢 这个呢 把这个蒙版就给展示给去掉 因为这个蒙版也是根据先前的这个来生成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 啊 通过 嗯 对啊 选错了 选择这个 中间的这个 咱们再来 变换选区啊 嗯 或者如果觉得这样 还是不准去啊 看人家的 退步键 先把它这个框选 然后呢 再一点点的 移动 那就是在 反选 对不对 好 那么这边也一样 再一次 看人家家 好这里选择在这边来 我们填出一个黑色 不对啊 我们应该选择 选择下面一个 在这里才给把它给去掉啊 我选择 我选择它 先说这边的话呢 好 好 那么这个呢 让它因为金属吗 对不对 比较硬朗一点 咱会好一点 对 但如果你这个 是 这个这个 生成了是真正的AOT 可能不会像我这样的麻烦 这么慢慢的来处理它 好 这里呢我们先把它弄好了 嗯 需要有同样的方法把它给做旧啊 让它有 就是说让它有所变化 比如像刚才下面这边对 这个也就有所变化了啊 那么这边呢你可以去啊 我这边有很多现成的 这种条纹的这种素材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 是 就是说 比如像这个 当然这个不是特别好 那比如像像这些对不对 主要是一些 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做破损啊 就是把它先把它给做的 这个这个这个旧化 也说现在我们先做时间上的变化 然后你再做这个 人为的一种或者是 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它自然老旧的啊 这种这种变化 我们先让它做一些 破损把它锁定来看一下 啊比如说像这些啊 有些黑色的里面是这个白色的 这些东西 一些灰尘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啊 主要是让我们先先来给它做一些灰尘吧 这个灰尘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 啊 并不是说你在做 金属的时候就只能用金属的素材啊 这个不是的 就是我们现在用这张皮革 拖上去 啊 但是这个正片叠底的话 对于纯黑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啊 这个你要知道正片叠底的原理 啊 绿色呢 可能会好一点 也可以试试其他的 或者如果你觉得这些合成都不写都不好啊 那么什么办法呢 咱们把它给提出来 嗯 这个 双击 它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当前这个图层 然后呢比如说你现在是要去掉白色了还是去掉这个黑色区域啊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看哪个效果好 按照Alt键 按照Alt键 当然如果你想要这种啊 就是说这种效果好 那就不用管啊 按照Alt键 嗯 你这个要多试几次啊看哪种效果好或者是正常的 也不透明度 确定 确定 现在咱们还不管它的破损啊 先把这些一一的都 都把它这个给做出来 好这个也一样 我现在看这些S先保存一下 嗯 再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用 这张 你这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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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颜色呢 就先做到这里啊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就是说主要是在这个边缘 这里啊 它被虚化了 这个效果不好 啊 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对 先把这些按 对这个呢 接近一定的调节 那或者呢 重新把这些给选择啊 嗯 但是你现在选择的还是这种虚化的 所以说咱们啊 要把 我的方便啊 把这些全部都选择 把这个联系取消 那你就可以把一下子把所有的全部都选择 然后呢把这个储存选区 咱们对这个选区呢 进行一定的修改 进行一定的修改 car加d 我们来看一下 那把它亮度对比度呢给 这个亮度对比度呢给增加 再一次再入选区 咱们再来 新建一个图层 啊 为了找到这个合适的颜色 我们把这些都关掉 选它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些都给去掉 好的 ayı 这种请不吝点 不用闭了 这样 这种呢 那个 或者不吝点 因为我们这种 有点 有点 没有 不吝点 利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反选 刚才选错了 反选 反选 那么这里呢 为了让它有更多的变化 咱们 就是给它做 多加一些信息吧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指定形状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它 嗯 现在选择一个 这种颜色 我们选择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旋转到这边过来 确定 然后再按住lt 加counter 加shift 加t 这样就复制了多个出来 counter 加e 加t counter 加二度 counter 加四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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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的教学就先到这里 先保存一下Current S 先保存一下Current S